谈点王者史上八大因Bug提升强度 甚至达到严重超标的英雄 要知道纵观王者九年以来 大部分的Bug不是剑魔猎奇机型 就是让英雄难受 但你知道能提升英雄强度的Bug有多厉害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 第八名 刘邦无限套盾 这个Bug是离我们最近发生的 刘邦只需要在一场传送期间 先滑动大招 松开大招的一瞬间 再秒点回程 就可以再次刷新大招 如此循环便可以做到无限套盾 这个Bug最大的作用 无疑就是能帮助其他四个队友 实现一打五的梦想 你看 就连英雄碎片得到了 这来自神秘东方给予的力量后 薛条就变得跟条形马一样 轻轻松松躺下千吨伤害 都丝毫不掉血 是不是给足了你安全感呢 虽然这个Bug很强 但只能在无限乱斗里实现 所以仅排第八名 第七名 核爆蓝灵王 无需过多的操作 因为数值会给你带来压迫 当时觉醒之战的蓝灵王2技能出现Bug 他那爆炸的斩杀伤害 可以轻松高达200% 无论是脆皮还是坦克 只要你稍微掉点血 那基本上就得原地蒸发 虽然和爆蓝灵王同样只能在娱乐模式出现 但他的强度已经可以用覆盖整个游戏来形容了 那么在当时你见过的最高伤害又是多少呢 第六名 达摩无限大招 想要打出这个Bug得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点 达摩大招内起码得有两个以上的目标 第二点 这两个目标必须先后上墙 第三点 第二个目标上墙之前用掉窄杀角 这样你就可以刷新达摩大招了 理论上来说 在条件一直满足的情况下 达摩大招是可以一直做到无限刷新的 但要说正常条件下 你就得把时机掌握得非常准 才能做到刷新大招 所以在当时你能打出两个大招 已经算是非常顶尖的存在了 第五名 孙策幽灵船 这个Bug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孙策开大期间连续点击回程 且不松开移动键就可以做到 它会让孙策开船时达到抽针效果 从而加快移动速度 幽灵船在当年 它可是能让孙策横空出世 从下水到一跃登顶 T0边路的神级Bug 那时的树叶 也刚好本来就有巅峰前摆的实力 再加上幽灵船这个顶级Bug的出现 简直是如虎天意 屡次拿下巅峰第一 都是它的家常便饭 它用幽灵船打出的离谱操作 也卓为惊人最经典的 那就莫过于这个撕穴拉扯防御塔伤害 极限逃回水晶的画面 第四名 戈亚无限加速 戈亚无限加速这个Bug同样非常简单 但它的实现几率是非常低的 它的卡法是同时点击普攻和回程 只要戈亚右上角的表盘一直处在满德 就代表着成功了 这卡和没卡的移速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 卡之前你是戈亚 卡之后你就是开大孙策和后翼的结合体 第三名 赵怀珍3000雷动 3000雷动的Bug效果 是跟孙策幽灵船抽振一样 都是加快大招移动速度的 它的卡法非常繁多 最简单的一个版本 是在二技能进度条 过了四分之一后 移动方向键的同时 快速衔接大招加回程 这样你就完成了3000雷动 不得不说 在赵怀珍巅峰期最强的那个版本 搭配上这个3000雷动 真的跟隔壁死水一样阴间了 但话又说回来 现在3000雷动还在 我们的野区消炎 又何时才能回到两年半前的强度呢 第二名 篮下无限连 没有过多的强度 只有过硬的手法 别看当时的篮 可以花里胡哨地一直追着人连 其实它的操作才是难度最高的 想完成这个Bug 首先就必须点开设置里的自动普通攻击 其次就是 在基础连招后 还要一直保持衔接高强度的二技能点击 你就说这操作难度高不高吧 当时这个Bug到底有多强 99.61%的班率 就能告诉你答案 进场前 只要二技能卡到三刀 从高低1打5 无限连到水晶 从撕血出发明刀 秒变满血的离谱画面 都是蓝 用最基本操作就能打出的 那会很多玩家都以为 这是蓝特有的机制 直到官方把卡五刀和技能衔接普攻过快修复 才被定义为是Bug的 从此的蓝 也再也没回到过这样的巅峰了 第一名 姚无敌Bug 顾名思义 它就是无敌的存在 这个Bug有很多种卡法的同时 也在很多版本出现过 大众最为熟知的 应该就是 姚复身盾山 让盾山钻进塔里的这个版本 但无一例外 能卡成功的它 一整局都是无敌的存在 而且这个Bug还未巅峰赛里 也可以使用 身为它的对手 你只能默默地看着它 离谱的Bug呢 一起在评论区留言交流探讨一下吧